每周一三五看笔电YouTube 嘿大家好我是书干笔电 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 ROBRUS DOORS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游戏 想要打败DOORS的地位 叫做Alone 独自 他是要探索一个豪宅 并解决他的谜题 存活在豪宅中的未知探险之中 我从来没有玩过 我们现在就来第一时间体验看看吧 Let's go 我们去吧 看起来只有我跟你老兄 哦 所以这一样是那种上车的感觉吗 跟彩虹朋友那样子要上校车的感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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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OK 我刚刚删个懒腰 OK 一进来就给我商店 所以我现在有两百元 我可以什么都买不起 我必须接电话 OK 哈喽 OK 他说要去打开什么发电机之类的 等一下 刚刚抽屉里面的东西都被金法男拿走了 他说要打开发电机 OK 所以看起来我现在在一个豪宅里面 诶这其实有点像DOORS的感觉 按SHIP键可以奔跑 左边又有能量值 OK 刚刚认人是叫Bell 他是这个饭店的管家之类的 watchman 我们还要赶快去找发电机 我拿好多钱 这钱不知道之后可以做什么 这是巧克力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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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闹了诶 肩膀男 是不是厉害的 他只会在那边偷东西 这是别人的房间诶 不要乱拿东西诶 诶 双重标准各位 哦 地下室锁电的 你一定需要一把锤子 OK 所以我猜我们去地下室 应该就可以把发电机打开来 所以我需要找锤 子 诶我找到了 哈哈 哇 等一下 我拿到锤子就停电了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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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我现在能量没有 我太想暗示不见了 我赶快把这个打开 诶 诶 OK 我们进去 Rose 我什么都看不到诶 好黑哦 哦 OK 发电机来了 OK OK Let's go Easy 能死亡一次通关各位 OK 没有任何气体 我们必须找到油箱 OK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燃油之类的东西 有没有手电筒之类的 先取得闪光 搞不好有电池之类的 然后 我没有闪光灯 对那应该是电池 一切都好黑 OK 我们看我可不可以找到那个燃油 哦 哈啰兄弟 他有手电筒耶 他果然很会偷东西 他完了 他是不是 中邪了 动也不动了 各位 在8.7秒内 帮这个影片来下个喜欢 让这个尖法男不要再中邪了 哦 他好了各位 谢谢你们 好 我赶快找一下 燃油到底在哪里 他都把手电筒拿走了 是应该把资源留给 最有能力的人吗 我不应该去那里 诶 我偏要进去 进不去 OK 所以我吃巧克力是可以补充能量调吗 呃 诶 真的耶 我不要乱按旭不见 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动补回来 好多巧克力 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有来过 哦 这饭店蛮有钱的哦 就让他们 哦 找到手电筒了 哦 finally 哦 舒服多了 目前感觉都蛮安全的嘛 赌驾咯 他的画都 蛮没品味的 我像Doors里面放的是各种迷影梗图 感觉就蛮有品味的 我去一楼看看好了 一楼我都还没有去过 呃 我的兄弟离开了 但抢完了 所有东西之后就直接 离开了 他只剩我一个人 真的变 alone了 bro 抢完东西就离开了 燃料到底在哪里啦 燃料箱在哪里 我窗外的景色蛮差的 可能是一个荒郊野外 肩肺不足 不过 这个游戏也才刚推出 所以 还能够接受 会不会就在阁楼啊 因为我二楼也找不到 啊 不在箱子里面吗 没有 箱子不能开 还是就在地下室 因为阁楼也没有 而且我的电池快要没电了 他这电池耗得超快的 连奔跑都需要能量条 然后能量条 不吃巧克力 目前是没有办法补回来的 收拼之后 他们更新之后就可以了 但目前没有办法 我去地下室看看 应该就在地下室 但是在地下室的话 诶 地下室还有另外一个空间 我现在才发现 OK 我需要这个电池 很好 这边我刚才没有发现 地下室还有一个很长的地方 呃 有人吗 What's up Hello 哦 我按C可以蹲下 OK 所有人遇到怪兽的时候 就很好用 这是人类的骨头吗 酷哦 他们这是什么 防空袭的隧道吗 很多躲怪兽的地方 诶 那边等下怪兽会出来吗 很多这种可以蹲下的地方 哦 好恐怖 呃 看来刚刚的真的是人类的骨头 真的有一个邪校仪式 哦 my god 我只是想找个燃料箱 到底是谁店的airbnb 又店到这种鬼屋 哦 哇 是看到一个蜘蛛吗 哇 好像看到一个蜘蛛 呃 我要留下一心评价 如果我活下来的话 这是什么鬼屋 我就去另外一个方向走 我好像手电有快没电了 呃 蜘蛛 小猪猪 嗨 啊 哦 哦 bro OK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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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呼吸 跟他绕圆圈圈走就没事了 从来没有牵过这么大的蜘蛛 可能吃太多麦当劳了 我不确定我是蹲下他就填不到我吗 还是怎样 我蹲下他感觉还是填得到我 他奔跑也有线 所以我也不敢乱用 而且他就一直守在这里 OK 那我是不是只能走了 哦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觉得我要挂了 哦 OK 哦 OK 他有跟过来吗 好像没有 OK 诶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为什么我现在拿了发电机 所有东西都掉了 好像他有背包限制 那我吃个巧克力 不行耶 他不让我拿其他东西了 好 刚刚应该先吃巧克力了 不然我现在可以奔跑不多 我是从哪里进来的 应该是这边 Let's go 诶 没错 Let's go 我回到这边了 发电机 终于有灯了吗 补充人料 YES 我自由了 哦 OK OK 哦 有灯好多了 我应该去睡觉 诶 哦 那是什么声音 我要检查地下室 哈 这时候要做的就是报警 不是把门关上锁起来 不是去检查地下室 你会被杀掉 OK 我来到地下室了 呃 OK 有人打架给我了 我去接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有监视器吗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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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Ryan 而且我已经长在看守医院工作 像是之前的看守医院的币被移到 哈啰 哈啰 你可以帮我帮你吗 我已经在我的家庭在看守医院的检查地下室 你会帮我把他收藏吗 如果你要去收藏 啊 BRO 他说他家人的耳环之类的东西 留在什么观察室 我 不是很想帮他 嘿嘿 剧情需求 我也只能去帮他了 观察室这个到底在哪里 是葛楼吗 我真的不確定 聽起來像天文台之類的 Let's go 耳環 耳環 這是耳環嗎 應該不是 這好像也不是觀察室 因為閣樓應該是 拜託不要告訴我觀察室在地下室裡面就好了 我真的不是很想再回到地下室 我把所有的房間都看過了 這代表我可能只能去地下室了耶 OK 地下室我來了 那個叫Ryan有人就是想害死我 起碼現在他燈是亮著的 比較OK 雖然那個蜘蛛怪應該還在裡面 哈囉小蜘蛛 好大的地下室 這個東西可以躲嗎 可以 我覺得可以 就代表等一下一定會有怪物耶 我猜應該就是這方向 因為我還沒有去過這裡 這是什麼 護身符 這就是 這是Ryan的東西 電話又在響了 煩囉 電話聽起來在這裡面 所以應該是要過去這樣子 等一下Ryan 我的體力調一下用完就沒了 所以我不能亂跑耶 聽起來像在裡面這邊 好啦我來了 等一下 他的道路設計很像IKEA 設了YC扭巴的 很像迷宮一樣 我電話袋在哪裡啦 這是迷宮喔 Oh my god 2000年後 我還是找不到電話在哪裡 我已經嗑了大概100個巧克力了 因為這房間實在太大了 我一直聽到這電話聲 大概聽了38分鐘了 我討厭的聲音 電話聲 喇叭聲 他這聲音沒有做完全正確 你知道嗎 不然照來說我老闆都聽出來在哪裡了 但他的聲音就亂擺一通 變得有點期待怪獸的來臨 不然轉角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欸 他在弄回原本的電欸 What Oh my god 這真的是一個超大的迷宮 有蛋的地方 說不定有蛋的就代表是正確的路耶 Maybe Probably Perhaps 這邊沒有蛋 這邊也沒有蛋 我先走左邊 這感覺是我沒有來過的地方了 很多樹 在左邊應該是對的 有沒有巧克力我需要補充一下 喔有有有有 OK 又有一堆分岔路 但我覺得我應該走對了 因為這邊我看起來都沒有來過 對這邊很明顯我沒有來過了 而且又有一個玻璃碎聲 喔喔 我終於來要出口了嗎 Bro 我討厭迷宮各位 迷宮有夠煩的 Oh my god OK電話 電話到底在哪裡 去樓上接電話囉 Woo 原來這是觀察室啦 天文台室 你看有一個望遠鏡在那邊 Oh my god 到底是哪一個白癡會 在家裡面設計一個迷宮 OK終於可以接電話了 OK 我什麼時候有女兒了 玩 那是什麼東西 下集待續嗎 誰我一個人活下來了 Part 1 這就是 Alone 獨自 各位 OK各位讓我們看差不多這遊戲了 我覺得風格做得不錯 但是要跟Doors比起來還差得遠啦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個喜歡吧 然後可以考慮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一三五看筆電Youtube 我是肝筆電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